嗨兄弟们 欢迎收看本期的主车角 我是你们的小老师傅 说到做到 我们把这台车拉出来了 这就是腾式N7 我们今天来体验一下云点-A的系统 看看它的表现如何 腾式N7这款车是在北京做的全国发布会 小时候也去现场给大家带来的报道 那么这款车它的售价是30.18万元到37.98万元 是有一些彩蛋 就是你不选云点A的系统的话 那价值观还能更低一点 就是30.18万元起 腾式N7一共有7种车身颜色 眼前的这一款应该是天青灰 是有两种前脸的 一个是绿动的 还有一个是灵动的 这个是绿动的一个范围灯 说一下核心的东西 腾式N7就是强续航MAX版本 这款车它是采用了前后双电机的这么一个动力总长 总功率是达到了390千瓦 总扭矩是达到了670牛米 那么这款车全系都是搭载了91.3千瓦式的刀片电池组 根据版本的不同 会有630公里和702公里两种续航里程 现在腾式N7在全国的影响力还是非常的高 这款车也是刚刚上市 有很多的一些厂商就拿它来进行一个对比 腾式也是有自信 信心满满 现场是这两 ES6还有这个Model Y 好我们现在呢 ES6上这个双边的波浪桥交叉轴 感受一下 它这个试图是带轨迹线的 非常的方便 打滑了 ES已经介入了 上桥了已经 打滑了 打滑了 打滑了已经 好我现在带速下来了 很轻松 总的来说呢 就是上桥的时候呢 交叉轴的状态下呢 还是稀微的有一点点的费劲 后来之后呢 就很轻松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还是走这个波浪桥 来感受一下它这个四驱系统 然后还有它的悬架的一个支撑性 我这屏幕真的是太大了 比那个未来的还要大 ES6的就大太多了 好我一侧车轮 我打ESG已经介入了 后轮踩上了 我的左前轮上来了 右前轮轻轰 好 我这个悬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包括车轮落地的一刹那啊 整个车的一个颠簸性 真的是微乎其微 真的是很轻啊 先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S弯 我 我这手感 手感真的很丝滑 说实话这手感真的很丝滑 制动也很线性啊 真的不错啊 这车真的可以 然后我们再来一把 30公里 过这个S弯 真的很丝滑啊 不愧是云点A的系统啊 我车身的姿态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然后我们再来一遍啊 这个云点A的太让人喜欢了 哇 这个方法太丝滑了 真的 我觉得啊 不管你预算是不是充足 我个人觉得都要上云点A的系统 真的是超棒 我们现在呢 走到了未来里面 ES6 它是同样的赛道 来感受一下它的转向 还有悬架的一些感受啊 这个转向 这个转向 回馈的有点慢 整体的支撑性呢还行 我们现在先第一拳 然后呢 稍微的把车速呢 提快一点 说实话 ES6开起来有点像开船这种感觉 好 把速度提起来啊 它这个加速要比 这个侧倾就稍微的有一点明显了 说实话 跟云点A相比的话 它这个侧倾就是 稍微的有一点明显 因为悬架还是比较软 因为开起来有点像开船 软了一把 它这个侧倾确实 你说它悬架 这个这个软吧 但是它开起来确实很舒服啊 包括路面的绿震 确实很舒服 你要是说它支撑性 怎么样呢 我觉得它支撑性有点偏软 车身的晃度还是比较明显的 跟云点A相比的话 好 我们的试驾体验完毕了 最后呢 简单的和大家一起分享 这个云点A 这个系统真的是太棒了 太让人惊艳了 它的整个车的侧倾的控制 包括走这个波浪桥的时候啊 包括它的一些颠簸 起伏 拿捏的都是非常的舒服 相比较竞品 ES6来说 ES6啊 不是说它悬架不行 它悬架也是很舒服的 开起来这种软软糊糊的感觉 但是呢 就是侧倾的 这明显度呢 稍微的明显了一点 其他都还OK OK 那这个N7怎么样呢 我个人觉得啊 如果要我买的话 我肯定不会买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纯电的 我不太喜欢纯电车 如果让我过度的话 至少它得有一个增程器 或者发动机在里面 我还比较踏实一点 我现在是比较期待 同事N8 这款车呢 现在已经放出了照片了 同事N8 还非常期待的 OK 那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 我是你们的教授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了 各位们